大家好,分享一个练习注水的小技巧啊 因为就一般情况下 稳定注水都是咖啡杯均匀萃取的前提嘛 也是基本功,感兴趣可以练一练 那比较常听到的方法就是你在正常萃取完一杯咖啡之后 把还装着咖啡粉的滤杯加到另一个容器上 继续注水 但我平时会用另外一种方法 比较简单,只需要一个能用来装水的啊 还有个瓶盖 瓶盖的话家里都会有对吧 那我们先在容器里加一定量的水 多少都行了 大概一半左右 然后把盖子也放进去 确保就是说它是沉满水的一个状态 就没了,就OK了 练起来 诶,这方法比较适合用来玩小水流 定点啊,绕圈画纹箱片 练稳定性用的 像绕圈可以就顺着盖子外围绕就可以了 我们模拟的是实际冲阻啊 比如像闷针结束后第一端刚开始萃取的状态 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如果水量大小不一致 盖子很快就会反映出来 来看啊 中心柱水,对吧 然后绕圈 那,假如中途冲击力大了 它就翻了嘛 差不多就这样 挺方便的 而且水还可以循环用 然后就是说 确保练习的时候 你高度和平常呼嘴和跟滤杯的高度是一样的 别到时候对吧 这个玩得很厉害 冲咖啡不会了对吧 好了,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